中国正展开全面的外交出击 这两天,中国伊朗全面合作协议签署 在协议中,中国将在25年里向伊朗投资共计4000亿美元 其实早到2016年,中国就向伊朗提出 我们该搞这么个东西,以加深双方的经贸和战略合作 但2016年,伊朗刚签署伊朗协议 美国解除了对它的制裁 伊朗经济正蒸蒸日上,快速复苏 此时的伊朗并不想和中国走得太近 伊朗希望和中国是伙伴,但不希望是太亲密的伙伴 毕竟美国那边刚解除制裁 你就和中国走那么近,可能再挑起与美国人的矛盾 伊朗不愿那么干 可是曾想到美国人彻二分二 特朗普2018年大笔一挥,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 伊朗一下懵了,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此时伊朗当局再向四处求援却无人打理了 当时中国基本遵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除了外交上喊话表态,反对美国撕毁伊核协议之外 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 中国大幅减少伊朗石油进口 转过头,中国开始增加沙特和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此时中国还很快撤出了在伊朗的重大投资项目 伊朗兰帕斯齐田的开发 到了2020年疫情当前,石油价格暴跌 中医贸易额也同比打跌30% 看起来中国配合着美国的对伊制裁 伊朗无法得到中国一丝一毫的实质协助 但归根结底,是伊朗2016年对中国递出的橄榄枝不那么积极 伊朗当局天真的以为和美国签署了核协议 前途就一片光明了 害怕和中国走太近,美国人会忧心 所以当美国人真的背信弃义时 中国选择了先旁观,嘴巴上表示支持伊朗 但行动上,该撤的石油订单就撤 该撤的投资也撤,中医贸易走向兵枯 美国制裁,中国撤资 让伊朗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 当今世界如果中美两国一起想要弄谁 那恐怕没有国家能受得了 悲观的人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妥协了 服从美国制裁 乐观的人认为,中国是在积累筹码 只有当对方真的快死了的时候 离着谈判价格才好压得下来 要是对方还生龙活虎的 在谈判桌上又怎么可能让步 于是2020年开始 中医协议的谈判工作明显加速 伊朗急需外汇援助,急需资金援助 急需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特别是当特朗普又搞了巴黎以色列和平协议以后 伊朗连国家安全都受到巨大威胁 作为中东唯一一个事业派国家 特朗普正在积极推进逊尼派和犹太人的和平工作 这代表着什么? 伊朗面临着经济与安全的双重袈裟 2020年就是伊朗最糟糕的一年 也是在这一年中,伊协议谈判加速 虽然具体的文本协议稍未公布 但刚签署的中医25年合作协议 伊朗方面是比2016年谈判刚开始时 做出大幅让步的 25年里,中国将共计投资4000亿美元 其中2800亿用于石油和天然气 1200亿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网络基础设施等领域 中国将在未来的25年里 以低廉价格持续获得伊朗的石油供应 另外,中国将在伊朗的西北部和南部 打造两个自由贸易区 伊方完全接受中国的武器技术和产品 而这些中医合作或者交易 大多将舍弃美元,改用人民币结算 不过这份中医25年协议也并非顺风顺水的 伊朗国内反对派最近就闹得很凶 EPB伊朗人聚集在使馆外 抗议新协议的签署 反对者认为,新协议严重出售伊朗主权 损害伊朗国家利益 网络上最热门的标签是 1828年,土库曼恰一条约 反对的伊朗网民将中医协议 比作土库曼恰一条约 土库曼恰一条约 是伊朗的一份丧权辱国条约 是当年的波斯和俄罗斯签署的割地条约 条约规定 波斯哥让南高家族土地给俄罗斯帝国 当时俄军兵临城下 威胁五天拿下德黑兰 波斯被迫签署各地条约 后来这大块被俄罗斯割走的土地 在苏联解体后独立成 路基亚、阿塞白江和亚美尼亚三国 伊朗反对者拿着土库曼恰一条约 来比于今天的中医协议 根本是选错了对象 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中国所签署的这份协议 是有利于中国利益的 不过伊朗国内也有不少明白人 伊朗经济学家就把话讲得很明 放眼世界除了中国 没人能救伊朗 对伊朗来说 美国堵住了我们所有的对外道路 没有国家敢再和伊朗合作 中国是伊朗唯一的选择 只有中国的门还开着 所以对伊朗来说 要么继续困死 要么拥抱中国 可以选哪个 答案很明白了 根据石油观察组织的相关报道 从3月份开始 平均每天有100万桶 伊朗的廉价石油进入中国 加大购买伊朗石油 降低了中国向沙特和俄罗斯的石油购买量 由于中国加大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让OPEC取消了对增产的讨论 消息人士说 伊朗卖给中国的原油 货币S Brand的价格 每桶便宜4到6美元 如果中国所拿到的伊朗的 原油期货报价 真比Brand每桶便宜4到6美元 那就真的是非常大的优惠幅度了 而且这还直接挑战了欧美二战后 所定立的石油定价权 而在美国这边 拜登选择继续忽视 中伊25年合作协议 美国官方只发表了不痛不扬的讲话 只说美国将继续寻求重返伊核协议 但在重返前不会解除对伊的制裁 这说了等于没说 拜登现在忙着在痞子堡 光顾他宏大的3万亿光复美国计划 主要是投资基础建设 根本没精力来搭理伊朗 当时美国民间反应很大 美国智库就极力呼吁拜登赶快回到JCPOA 因为伊朗对美国而言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根据美国智库的报告 制裁伊朗让美国经济损失了2720亿美元 更让美国丧失了20万个工作岗位 光是玉米一项 伊朗2018年就进口了21亿美元 但里面没有一斤是来自美国的玉米 伊朗第二大进口农产品是水稻 那也和美国毫无关系 伊朗第三大进口产品是大豆 美国也是大豆生产大国 但伊朗也没从美国买任何一粒大豆 反观中国 中国2018年就是伊朗的最大进口国 占伊朗贸易份额的24% 2018年中国卖给伊朗102亿美元商品 美国是一毛钱也没有捞到 要知道在特朗普斯回伊核协议前 奥巴马都已经为波音公司 谈吐了80架波音飞机卖伊朗的生意 这80架波音飞机将为美国带了200亿美元收入 提供10万个工作岗位 但现在这些什么都没有了 难怪美国民间都呼吁拜登赶快行动 重回伊核协议 但拜登即便有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一下子忙那么多事 他只能继续搁置于伊朗的事 未来完全可以预见 中国对伊朗的贸易额将持续增加 中国获得伊朗廉价的能源供应 保障能源运输线安全 中国的产品将全面进入伊朗 借助一带一路 中国正逐渐从亚洲中国 进行世界中国的转变 中文字幕提供